91 由凝尔 林一并克心 作词 林一并克心 作词 林一并克心 作曲 林一并克心 作曲 林一并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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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囕官 林一并克心 要往哪里走 转个弯忘了回家的路 现在怎么有点糊涂 夜深的霓虹 推翻了沉默 一群人却挂着彻夜空间 终究还是看着孤独 你不是给她准备了运势生态吗 我忘记准备了 刚刚知道你原来是拍电影的 你演的真的不错 那个你演的那个红迷宫啊 那个女主角孙可为 她也经常到这儿来吃饭 要不要吃鱼之生饭 我做给你吃 不用麻烦了 没有的话我赶紧再来吧 每个人都有过去 宽容一点 再说 这个女孩也没做错什么 这才是个男人 哪有根本 ог Santiago 努力 你 难道 不要 inappropriate 诚 culpa 快 我之前给玉美写了一封告白信 我想她之时没有回 是不是因为她 她有男朋友 或者她有喜欢的人 所以才没有回我 我喜欢看玉美香 所以我知道她喜欢吃鱼汁蒸蛋的时候 我就决定像老板您一样 想做出她喜欢的味道 看着她笑 就觉得我的人生好像 有希望似的 现在呢 我不知道 总觉得我好像不够了解她 你有没有想过 玉美迟迟没有回复你 其实是有别的原因 我听爱博士说过 她说 如果你要在意的话 就算了 这样对她不公平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这 我不知道 你也没听说过阅读障碍 阅读障碍 这可能是天生的吧 小时候也看了很多医生 他们说这个病 一百个人里面就有三到五个 其实是可以治好的 只是那个时候 我爸爸给他的生意伙伴做担保 那个人卷了钱跑了 不久以后 我爸爸也得了癌症离世了 就剩下我和我妈 我很早就出来工作了 到处打工 可是因为这个病吧 能做的真的也不多 什么挣钱快就做什么呗 可是我现在占换得差不多了 你真是挺不容易的 得恭喜你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 你说未来的生活 能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不还是连个菜单 都看不了吗 总会有解答的 还是要相信未来 谢谢你啊 好在还有你和珍黛 虽然做不出你想要的味道 但我会努力的 这一个人有变化是好的 可他也有自己的本质 要是这变化大过了本质 好像就不对味了 每个人的成长 在哪儿长 都会带着他自己的味道 就像你做番茄炒蛋 你要那么在乎别人说的 什么甜一点 你就开始加番茄酱 加不同的调料 结果呢 你忘了鸡蛋和番茄 自己有自己的香味 对玉米也是 你还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 你要犹豫 就别勉强 自己的心骗不了自己 这是这里的工作证 你拿好 谢谢 等一下呢 你可以四处看一看 不过要低调点 不要乱跑 最重要的是 不要跟别人说 我带你到这儿来的 知道了 好 这样可以了 好 这样可以了 请这边走 我带您去休息 交替人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好 好 玉美 你在这儿做什么 哎 昨天真的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特别做了鱼枝蒸蛋给你送来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比这个更难听的我也听过 其实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了 玉美 这真的很不容易 你很勇敢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只知道我一定要让你 我从来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我也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那你在干什么 我一定要做出你要的那个味道 好 好啊 那我在石头等你啊 role 你不认为这个都对我如何做到的话 我像那样一样的 你不认为什么 你不认为这个更能弃 祝福 你说的 你不认为这个事 你不认为这个事 我还是不认为这个帮助 小火 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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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尝尝 海里的 江里的 河里的 那 那个是什么鱼啊 清蒸鲈鱼 清蒸高贝福 清蒸石斑 都对了 这太厉害了 外面那些打鱼的都做不到 厉害厉害 有没有你要的味道 但是都很好吃啊 今天烧了好多鱼 要不再来一份 好啊 那我再烤你一题 这个蛋 是什么鸡生的 不忘猜了吧 好啊 好啊 这很难受 好啊 还愿意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喂 实验室 您好 什么 你说在哪里 怎么了 明明不乐的 我家里面打电话给我 说我爸在上海生病住院了 那你应该回去看看他 小江 你跟你父亲到底是怎么了 你想要想他证明什么 我记得我小时候 一个礼拜见不到他几次面 因为他整天忙着工作 我甚至觉得 我跟我同学的爸爸比他还要亲 我妈呢 在我十七岁那年过世了 家里面就有一个小孩 所以之后我爸 每天跟我谈的 就是怎么样接管家族的烤鸭事业 每天都在那边跟我讲烤鸭烤鸭烤鸭 从来没有问过我心里面想要什么 我想做什么 后来我得离家出走 而我为了追求我的厨艺 前前后后跟了十几间餐厅 直到最后我发现 他们给我的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要的 是要当一个首屈一指的厨师 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 做出千变万化的味道 对不起 老板 烤鸭其实也挺好吃的 我就做不好 走 跟我买菜去 好 怎么了 这个玉米 怎么做好吃 玉米 可以用烤的 或者是拿来煮汤 要不呢 也可以做分子料理 就是啊 用低温的方式 把这玉米做成冰尖 当成适当美味的开胃菜 好甜啊 好甜啊 做菜呢 创意固然重要 但也别忘了食材本来的味道 我们对它自然要顺应 不是对抗 也不是破坏 做菜这样 对家人 朋友 自己 也要这样 因为 这 都没有 我们好美 这个人 今天辛苦了 我先回去了 嗯 玉梅 你来坐一下 你最近表现得不错啊 有个导演呢看了你的作品 想找你合作拍电影 女主角 虽然电影的题材呢尺度是大了点 但我想你没问题的啊 对了 我们的合约也快到期了 这是新的合约 你看一下 看完之后呢就在后面签名 好让我尽快呢跟导演掐谈这个角色 我们都合作这么久了 我不会骗你的 直接签就行了 合同到期我就要离开了 谢谢这么长时间以来你对我的照顾 你什么意思啊 电影你也不接了是吗 女主角 这么难得的机会 你自己想清楚啊 我想清楚了 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嗯 今天也是我最勇敢的一天 换种酒 好啊 好啊 来 谢谢 怎么 今天还有其他要庆祝的事情吗 他也要毕业了 啊 那他要去哪儿啊 回上海 帮他爸爸做生意 挺好的 真为他高兴 好啊 鱼之蒸蛋好喽 来 尝尝 小心烫 怎么了 你怎么不尝 好啊 听说你要去上海了 好突然啊 都没来得及为你庆祝 我爸在上海病倒了 想要过去照顾他 也可以在那里开创自己的亲事业 好 挺好的 加油啊 玉美 打开来看 其实我 我知道 打开来看看吧 这是 这是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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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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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一起去上海吧 跟我一起去上海吧 来 你都还没有吃呢 试试看吧 好 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就是这个味道 是这个味道吗 老板 是这个味道 好 我试了那么久都试不出来 让你给试对了 上次我参加一个农船兵展 看到墙上贴了一张海报 兰德是玉美的故乡 我就想到 兰德的人烧鱼呢 他们通常会加一点点的小米酒 而兰德人用的 一定是当地的米酒 只是差一个味就差很多 就像老板您之前讲的 不管从哪来 都会有原本的味道 是吗 许他精髓了 老板 谢谢你的细心教导 我才能重新认识 对食材的热情是什么 谢谢你 起来吧 我去查几个 你们没试过的菜 给你们请喝请喝 芦常 芦常 我有个礼物 送给你们两个人 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擦的那几个盘子 这盘子呢 也是有记忆的 它记得温度 味道 情感 也会记得食材最初的味道 这个送给你 你要记得传承 记得最初 这棋鱼长什么样 棋鱼前有尖 我带你那条醋有尖 有尖是棋鱼 没尖是鮪鱼 你说吧 棋鱼卖得贵还是鲑鱼卖得贵 你不能光看那个钱吗 你说说 那我的还是干的 老板 陈天大家都在 快 欢迎光临 吃什么 还是老样子 有什么新的面吗 有 别吃了 等会儿再吃 老板 给你看个好东西 快去快去 什么样 老板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开店的第一天 老板 有没有觉得我这一身 特别熟悉呢 我连你的装修风格都沿用了 因为这间店 就叫做深夜食堂分店 哦 不过跟你的店啊 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这分店 除了老板 还有一位老板娘 老板娘 跟大家打声招呼 哦 好好好 哈喽哈喽大家好 你们还好吗 我很想你们哦 有空记得来看我们 哦 对了 老板 我帮你买了几件衣服 记得穿啊 冰老师穿那件破的 啊 哎 开定了 先这样吗 啊 拜拜 哎 这小子果然出去了 这就叫有钱人终成正式 嗯 是不是特别感人 是啊 这样 我炒几个菜 大家喝点酒 今天 我请客 加油 加油 谢谢老板 哎 那我 早知道我今儿多点点 多点发送 那有还能有别的 那 来 这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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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就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肚子好饿 我好想吃炸园子 哪里有卖 炸园子 这个世界哪有这种东西啊 真的没有吗 一定买不到的了 你早点回家睡觉吧 可是我真的好想吃哦 我觉得如果我吃不到的话 我可能会哭哎 我现在就已经好想哭了 美女你真爱开玩笑啊 我真的好想吃炸园子 美女你不用这个样子啊 不会吧 不过就是炸园子嘛 你明天再吃不行吧 不行 我现在就好想吃 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啊 你不要哭啊 我帮你问问看啊 瞧瞧瞧瞧 哪里能买到炸园子啊 完毕 喂 你肚子已经肚小了 大半夜还是有炸的 去超市自己买回去炸吧 这个时间哪还有卖的 小姐你看 这个时间根本没有炸园子的 你还是赶紧回去睡觉吧 那我怎么办 那炸园子怎么办 美女啊 你早点回去睡觉吧 说不定在梦里边 你就可以迟到啊 你当我三岁啊 我又想哭了 要吃炸园子的是谁啊 你可以去旧城区的 神剑食堂试试 那儿的老板啊 什么都会错 对啊 先看了 这个好 好 我 أ想哭你 一个一段时间 ひ Concept 城市里有一群人 从来不知道深夜食堂 就像李维夫妇 街坊邻居口中的模范夫妻 周末一起吃饭吧 好啊 吃中餐好了 可以啊 那我下面去接你 今天好不好吃 都吃点酥菜 那你今天忙了啊 忙啊 好几个货要开呢 他们每天准时六点起床 八点上班 五点半下班 十一点就寝 月收入丰厚 开车小心 要记得吃饭 走了 慢点啊 我先去 他们对于入睡后的城市 一点想象都没有 或许 他们以为整个城市 跟他们一样 进入沉睡了 王总他们已经到了是吧 好了好了 了解了解 马上出门啊 是福音乐吧 王总 记住 喂 已经在路上了啊 李太太早 早 照理来说 李维夫妇一辈子 都不会踏入深夜食堂 直到 欢迎光临 老板 老杨子 看路啊 要得到男人的心 不是以美貌 实物 或是迷人的个性 而是要有能耐 表现得对他毫无兴趣 你表现得越没有兴趣 男人就越有兴趣 这结论下得真好 不管怎么说呢 女人都不应该把生活 指望在男人身上 你们又在看那个 整天胡说八道的杂志了吧 寿书 我经过很多次的仔细研究 我发现这个粉红旁客 真的很了解我们女人 它里面表写的那些 爱情当中的酸甜苦辣 跟我的爱情故事一模一样 我觉得她就是这个世纪 新诞生的简 奥斯丁 这还用说吗 这已经成为我的爱情圣经了好吗 就跟我的包包一样重要 不过还差那么一点点 不管怎么说 女人不能把自己的幸福 寄托在一本杂志上 对 你们三个稍等一下啊 我 我统计一下这店里 最近缺了什么食材 马上就好 我怕一会儿忘了 没事 老板 欢迎光临 老板 你们有炸糯米圆子吗 炸糯米圆子 嗯 欣欣 今天突然有人点这个炸糯米圆子了 你还别说让他那么一点 我也想吃了 哎呀 好久没吃了 还是小的时候过年才会吃的 对对对 嗯 炸糯米圆子可以做 但是今天不行 我这儿没有那个水沫的糯米粉了 没办法吗 要不然明天你来 我明天买了这食材 我再做给你吃 真的没办法做炸糯米圆子吗 实在抱歉 真的没有办法 可是我好想吃炸糯米圆子 都这么晚了 我以为你们这边有卖 没想到也是没有 他们说这边一定有 所以我才特别跑来的 对对对对对 我对你说你做不了 我好失望 我好伤心 小小小姐 哎哎哎 小妹妹 小妹妹 不哭不哭不哭 哎呀 我最见不得小姑娘哭了 小妹妹 不就是炸糯米圆子嘛 这还不简单 我 我 是不是 为什么是我们三个 就是啊 为什么 对啊 但是为他们俩一说 我现在特别想吃炸糯米圆子 炸糯米圆子 炸糯米圆子 就是要吃 那里 好多种啊 选哪个 是啊 是啊 要不就这个吧 这个好 这个好吃 好好好 多拿点 省得我们再跑 谁买的 走吧 走吧 好 传统炸糯米圆子 有红白两色 白色是原味 红色则是混了红色的火龙果汁 做法不复杂 但其实很花时间 水沫糯米粉 分别揉成两色糯米团 再慢慢揉成一颗颗的红白色小丸子 油锅内放入油 等油温到了相当滚烫时 就放入红白糯米圆子 炸片坑 好了 起锅 把油沥干 放入盘中 白盘 再撒上花生粉 和少许的糖霜 就完成了这套 炸糯米圆子 老婆 我白刀多一点 好 白的多一点 真会挑 大家好 欢迎回到深夜食堂 今天分享一道菜 鱼汁蒸蛋 非常简单 平时呢 我们烧鱼的时候 不论是清蒸鱼 红烧鱼 干烧鱼 都会剩下一些鱼汁 那么把鱼汁跟过了筛的蛋液 混在一起 再放点盐调好的味儿 然后隔水蒸上10到12分钟 然后再撒上一些葱花 就是一碗非常好吃 又漂亮的鱼汁蒸蛋 做小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一个一个变成自己灵魂重要 放弹 在未来旅途前方 一个一个堆弃自己爱的形状 放弹 用你的真实飞翔 一步一步追逐希望一个天堂 放弹 人生不一生离场 在这生命交错广场 勇敢吧 呼呼呼 镇去飞翔 追一个天堂 守日 摘去吧 サブタイト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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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サブタイトル